在族的葡萄园工作 这段时间读了一些成长与反思的故事 更清楚了神圣计划的愿景 这里就让我们用在族的葡萄园工作的方式 来看服务圣道 试想在果园工作 果园有纯粹只是做工的工人 有懂得技术的园丁 也有不断在学习成为园丁的工人 园丁的工作是使果园的环境 一切都就绪 诸如整地 预备土壤 播种工作 在果园成长期间 生长环境 诸如可能需要的浇水 施肥 清除杂草 控制宠害 空调 等等 的维持与控制的工作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果树的成长 完全依靠上帝的大能 若我们说 上帝国度的土地 与土壤 指的是人心 心田 预备自己的心田 就是把心思腾出来 开始多听 多思考 相关的心灵话题 对上帝教导 对上帝教导开始感兴趣 而进入灵性生活 就是开始进入种植的程序 我们认真的把上帝话语 各种圣言的种植 种植在心田 每天的属灵功课 祈祷 默思 用上帝话语反思 就像是维持成长环境 并适时地 攻击生命火水 灵粮 圣灵气息 于正在成长的生命 然后看着种植 渐渐长大 开始散发出 天国知识的香气 最终看见 上帝知识 在我们心田生根 成长 而有了果实 果实 就是那些上帝知识 所带给我们的丰富 我们是可以这样 洞见自己个人的生命成长的 巴哈欧拉说 上帝知圣言好比一颗 栽种在人们心中的树苗 你们当义不容此地 运用智慧 以及圣洁之言的生命火水 扶植他的生长 使其根深蒂固 他的枝干得以生长 到天外之天 当我们约认识 灵性生命如何被孕育 我们对培育生命过程 所需要知道的 就会有越来越多相关的知识 比如 生命成长过程 环境控制 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有杂草 或宠害时 要如何处理 有特殊状况 天灾的特殊天后状况时 又要如何应对 什么样是最佳的生长环境 我们借由自己生命成长过程中 学会了这些知识 与知识的运用 我们就越来越有能力 在主的葡萄园 担当工作 每个社区发展的核心朋友 就像是正在接受训练的葡萄园园 当朋友越来越有能力时 也就能也帮助其他学习 想成为园丁的上帝仆役们 因为每个葡萄园的围气象 与环境不同 可能碰到的状况不同 这就像我们每个人 所在的社区状况不同 我们应对方式与学习知识运用方式 也会有些差异一样 当园丁学员彼此分享经验 与互相学习的磋商不断发生时 学习交流就能使训练成果更加显著 也能缩短训练时间 这也就是社区建构的服务中 所要学习的团结分工的功课 当学员多努力时果园生气盎然 就能不断扩大果园的规模 社区也就会不断的扩大 我们为自己选择的居住环境 就是我们要学习耕种的上帝国土 人心是我们关照与工作的对象与目标 上帝是公义的 我们学习的心态与积极程度 就决定了我们领受了多少上帝知识 而那理解是在工作中 对知识的运用而渐渐成为我们技术的一部分的 我们能否成为合格的园丁 就看我们是否学会状况的处理 社区建构活动的参与 我们才能在参与中学会如何运用上帝知识 也因而真正拥有上帝知识 真理 当我们在自己的社区学会了一些功课后 也开始阅读全球其他社区的状况报导 如此就能帮助我们扩展对上帝知识的认知 我们所涉及的上帝知识就会变得更广泛 这就好像我们在上帝知识之阳中 进入了另一个领域探索一样 巴哈欧拉说 我的仆人啊 我圣洁神圣命定的启示 可比你为一座大海洋 其中珍藏着无可计数的珠宝 价值连成光彩夺目 每一位真正追寻者的任务 自当发奋图强 以其抵达这大洋之兵 以相当于他寻觅的热忱和付出的代价 获取上帝自其不可侵犯和隐秘的疏简中 早已注定于他的恩典 在社区建构的圣道服务 若我们用在主的葡萄园工作的心态 也努力学习 想扮演好自己该进的工作义务与责任 我们就会在主的带领中 渐渐在灵性生活中活出那实际 这就是这天起的上帝救赎 借着服务圣道中 主培养我们成为园丁 当我们成为上帝国度的合格园丁时 我们也就成为被主成全的国度子民 我们下帝国度子民